亚投行在去年10月24号中国就已经宣布了 可是从10月24号到现在 我们没有看到马英九政府对于亚投行有任何的进行讨论的事宜 没有进行召开所谓跨部会会议 整个事情真相是在于肖万长向习近平报告之后 马英九才自己进行宣布我们要加入亚投行 甚至要求各部会要补证程序 这是由上而下的一个政策 是马英九自行拍板地案 整个决策的程序仓促突袭不透明 透过国台办代为转交意向书 而不是直接向亚投行的筹备处递交 这不是矮话是什么 马英九你不要为了自己的历史定位 一味的把台湾卖掉 甚至为了自己的历史定位 一味的向中国书成 我们热脸贴人家的冷屁股 换来冷冷的冷漠的一个回应 习近平只讲说好好好 3月22号的时候毛治国在立法院 各部会还回答说我们还在评估 我们还在评估 我们要评估我们要评估 结果我们的总统24号就做成决策 说要参与亚投行 然后授权要求说 校团厂去国华论坡的时候 向习近平提起 把总统先做完决策 行政院才做评估 国外会才做评估 半天之内就做成 整个参与创始会员国的 这个申请的一个资格 半分钟通过国贸 半天做成参与亚投行的决策 马总统跟张庆忠 真的是情同手足 真的是张庆忠的班牌 真的是不适风了 就是视民意无不顾 我们在这边要提出强烈的潜估 我们党团在礼拜四 我们萧美金委员 在这个外交委员会 我们也会排专案报告 就有关亚投行这个部分 来要求行政部门 来做一个专案的一个报告 那另外最离谱的 更离谱的是说 你怎么会透过 这个国台干递交邀请呢 那你这种方式 你不是要成为创始会员国 你就直接跟亚投行的筹备数 提出申请就好吗 你怎么比照香港的模式 艺人决策 黑箱作业 自我矮化 我觉得这个部分 我必须给予啊 这个最高度的一个谴责 我来说 我来说 今天我自己评论 分析 我觉得这些地方 我可以显得 我们其实在这边